星巴克这边停下来 我们准备去海滩 现在是六点半 刚才遇到一个太好的得失的师傅 给我们介绍了一路 说他一想我们就是游客 因为没有人大半夜的 晚上六点半跑这边的沙滩 他说这边都是荒山野岭 星巴克看这海边 星巴克这人也太多了 穿过星巴克就是海滩了 刚才那得失师傅太好了 给我们介绍了一路 然后给他在APP上面转了一个小费 从星巴克穿过来 就是海滩 落日余晖好像是七点半是最漂亮的吧 现在我们是六点半 手机照不出来这么漂亮的景色 我的天哪看 漂亮 椰子树 我看这这么多这啥呀 这小植物 还有马 这都是游客吗 这就是马来西亚禀城的游客都来的海边 看有马 不敢骑 收工了 哇 看我这裙子全湿了 什么 一顿拍呀 坐了40分钟的德舍到这个海滩 这太人性了哈 沙滩满事 这个是星巴克的吧 是海边的吗 西角 星巴克 星巴克还是这么多人 这是一条夜市 这条街很多卖吃的呀 还有夜市什么衣服什么百货什么的 这边是榴莲 还有很多卖海鲜的餐馆 我们找一家海鲜的餐馆 看看那百货的夜市 冰城比前天我去新山凉快多了呀 新山前几前天我去的时候热死了 冰城真的很舒服 现在这个时候 它在榴莲 猫山王五十 我的老虎 选这家吃 西洋西夏 我的天呐 太漂亮了 照出来 两只螃蟹 165马币 两只螃蟹 出销现在 买一只100多 买两只165 石斑鱼 这家不好吃 哎 落日已经下去了 海鲜不好吃 螃蟹不好吃 螃蟹不好吃 菜不好吃 就看看风景吧 没有美食 就看美景 这外面是吃西餐的 所以我们吃海鲜就在屋里吃 我们吃的 我们吃的 有吗 有吗 又或是 又 你不要吃醋了 2017年,是不是? 吃完了 一共花了 三百三十多 不好吃 螃蟹也小 又不好吃 鱼也不好吃 哇 有一个叫 Rick Rock Hotel 好吗? 好 好 快 快 好 快 快 可以 快 快